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嘗試著跟我們家老爺來一個 對談的系列 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 想要進演藝圈 或是對演藝圈工作有興趣的你們 有哪些好奇的地方 今天呢 我們會透過一個對談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喔 影片開始之前呢 還是要麻煩大家 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分享出去 今天來我們來開這個話題 其實很有趣 雖然我跟斗哥都是演藝圈 但是我們兩個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樣 教育背景 起點跟走的路 就是玩玩全全不同 所以 今天的對談會很有趣 回答問題 我覺得我們兩個會有不一樣的 見解 我剛剛在弄手機就是在看大家的問題 因為前幾天我們有 都在臉書啊還有IG上面 到時候就是一一的 回覆大家的問題 我先講吧 我從19歲開始進到台北藝術大學 到現在我已經在劇場 擔任戲劇工作已經33年了 哦 這聽起來真的很恐怖 所有事情都這樣 累積 如果很順利 做得很開心 就一直累積 然後年紀越來越大 這些數字就會越來越 讓你覺得恐怖 所以基本上 你說從來沒有換過工作啊 沒有 我只會做這個 這也是一個 蠻可悲的啦 但是也還蠻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是啊 要做一個工作可以 堅持了33年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對啊 那我覺得我想先回答一個 你在問大家這個問題之前 有人先私訊你嗎 對 那小喬問我該怎麼回答 因為他是請小喬問我 我覺得這是所有人的一個大哉問 簡單講 我覺得戲劇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工作 或者演藝圈的工作 都非常不穩定 沒有辦法像一般工作有固定的上班時間 有固定的什麼三節啊 什麼獎金啊 退休金啊 其實都沒有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對於戲劇工作 或演藝圈的工作有興趣的人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相關科系畢業的話 我會建議在畢業之後 找一個穩定的工作 支持好自己的生活 然後工作之餘的時間 去上一些相關的課程 或者是接觸更多相關的一些資訊 慢慢的把它先從興趣開始累積 然後再看有沒有機會 把它轉成一個可以支持你生活的工作 依照我來講的話 我就會覺得 除非你要有很大的熱情 不然進這一圈 除非到最後變得很紅 不然基本上 我都不敢說你 賺的錢可不可以供你生活 不過我跟小喬這點不太一樣 你一直會用紅不紅這件事 來當一個評斷的標準 我個人認為並不是這樣子 在劇場工作觀念之下 我們一直不會覺得有沒有所謂紅不紅 而是你有沒有辦法 持續的在這裡頭工作 持續有兩個要素 一個就是你的熱情 另外一個這個持續能不能支持你的生活 那這兩件事情 大概很多的劇場人都擇一即可 就是有足夠的熱情 可是賺的錢不是那麼穩定 他們也是能撐下去 或者他運氣很好 可以持續做這樣的工作 然後也有足夠的錢支持生活 他就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所以紅不紅我覺得這是演藝圈的概念 但演藝圈也有很多 在你的所謂紅不紅這個標準下面的 就是所謂的不太紅或不紅的人 他還是持續有工作 他只是賺的錢就不穩定比較辛苦 我們先來回答大家問題吧 我先來看我這邊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就是每一種表演都讓人很有嚮往 只要是表演 對我來講任何一種表演 我都會很享受它 所以我只能回答你 不管是電視劇或舞台劇 對我來講都是一樣的 我都非常喜歡 我也希望這一輩子都做這樣的工作 這個人很有趣 關於騙人這件事啊 那很早以前就有了啦 你們常看電視看到明星歌手 他們好像很紅很受歡迎賺很多錢 生活過得很棒 大家都會嚮往 然後也希望有一天 自己能夠變成這樣的人 那當然在這過程中 當有人有明星夢 他就會有市場 會有很多不肖分子 會去用一些方式 讓你繳錢 比方幫你拍一些 早期叫model card 然後說是可以幫你去安排試鏡啊 我記得十多年前 我還記得有人在跟我講說 要花一萬六 然後拍一套照片 安排你試鏡 然後後來又有人私下講 其實很多的經紀人 或不肖公司啊 會變成是找他們去陪人家吃飯 傳播妹 不到傳播妹 那就是會跟你講說 你去那邊陪這些人啊 他有什麼關係啊 那你就去了才發現 好像他跟這個戲劇啊 在演藝圈上沒什麼關係 就陪他吃飯喝酒 那當然在社會新聞上 也看到很多這種 不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 人有夢想很好 尤其你對於演藝的夢 或當演員的夢 我覺得這是可以鼓勵的 但是自己在選擇的時候 要特別特別小心 不要隨便就相信人家 一個就是說年紀的關係 因為傳給我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女生 通常如果你今天如果不是要當演員 我覺得如果是別的 比如說你是想當歌手 或是偶像 我個人覺得28歲真的是 還滿不容易的 這一圈其實很現實 我自己在看 就是我覺得男生倒沒有什麼差 我自己覺得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現在的男生有差 男生也要年輕的啊 你說一個20幾 接近30歲的男生 你要找到機會 相對上比以前難度要高一點啦 我覺得現在很多選秀都是往年輕的 對 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然28歲是一個有點現實 就是永遠都有比你年輕 比你身材好 比你敢露 比你漂亮 喔 遠遠都有這樣的人 所以當然到28歲 我當然就會很現實的告訴你說 你真的要不要好好想想自己的人生 到底要做些什麼 那另外一方面 我其實覺得啦 現在如果是想要進這一圈 比我們那個年代 或是甚至你的年代 我覺得容易太多 因為網路上有太多資訊 可以去找 而且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 比如說製作公司啊 或者是所謂的經濟公司啊 或者是各大的節目什麼的 其實有非常多的管道 不管是各種的選秀啊 Audition啊 這些資料都很容易的會取得 所以我覺得 現在要接觸到這些資訊 真的不難 然後加上網路的自媒體 就是YouTube IG FB 等等的 可能年輕人還知道一些其他的 那都可以成為你們自己去面對 大家 就是所謂觀眾的一個渠道 那你們怎麼去掌握它 怎麼把自己變成所謂的YouTuber 或所謂的網紅 那你也可以開直播 現在非常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建議上 即便像小小講的年齡啊 外表的長相啊 可能都會是限制 可是自媒體這件事不要放棄 大家是有機會的 但大前提 我個人還是真心誠意的告訴大家 先把生活穩定照顧好 把它當成興趣 慢慢的去找尋各種可能性 下一題 再來是針對斗哥的問題 嗯 現在就是盜國為陰了嘛 叫我想不從事戲劇工作做什麼行業 我就是沒有辦法 我只會戲劇這件事情啊 就我專長是這一個啦 那從以前我就一直講 我希望就是能夠演到 也無動為止 對啊 因為你演戲是一直都沒有停嘛 因為斗哥其實是劇場 或者是影視 他基本上就是兩個作品都非常非常多 然後他最近自己 也不能講最近吧 因為有五年了 就是那個劇本創投平台 哦對對對 如果說跟這個實際的戲劇工作 沒關係的事情 可能就是這個金豆影創劇本創投平台 不會啊 甚至有關係啊 但是當然 就完全有關係 對啊 因為基本上這個劇本創投平台 他就是為了要去找年輕人的劇本 應該講我變成是在幕後 我沒有在幕前 我不是編劇也不是導演也不是演員 有點類似像是一個製作人 那我是個創辦人嘛 所以我就要去管所有的這個平台的運作 當時我就是希望幫對於創作有興趣的年輕人 去對接到商業市場 好 那講到這邊我就多講一下吧 戲劇工作有多辛苦 2013年 有一個針對小劇場的二代健保的調查 那裡面有兩個數字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85%的小劇場工作者 一個月賺的錢不夠一個月花 那有75%的小劇場工作者 30歲之後轉業 我當然不會覺得太驚訝 因為從我19歲到現在做劇場的人 大家都苦哈哈的 但是我必須講這兩個數字很實際 當然這兩三年 劇場的狀況有改變了 可是這個數字 還是一個蠻可以當作參考的 這就是做劇場人辛苦的地方 那戲劇工作對你來說是什麼 以工作來講是我的全部 好吧 那如果你說真的啦 如果你現在真的不去做戲劇工作 你覺得你會做什麼 我跟你講 斗哥可以做什麼 斗哥可以當奶爸 我其實比較想當家庭主婦 哈哈 這是真的 我跟小小小講 我就讓他出去賺錢我在家裡面 小白臉 在家裡照顧小孩這樣 對 我很喜歡 我們兩個有達成共識 就是如果到最後我真的有生小孩 或者我們有一個小baby 或是怎麼樣 我完全可以出去工作 他完全可以在家帶小孩 我可以賺錢養你 沒有問題的 對 而且我 被負責 我也不太喜歡賺錢 真的 覺得工作好辛苦喔 哈哈哈 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很被動的工作啦 被選擇 被選擇 對吧 對 所以我也常跟全全講 我說 我們不要永遠當個被選擇的人 說真的 我們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啊 沒有一個演員是有不可取代性的 是 除非在市場上面 這個金主他一定要 可是如果你條件開太高 人家接受不了 他也可以不要 對 他可以用便宜一點的 換人就對了 對 那我來講也有人問我問題 他說我當導演的時候 我會怎麼選擇合作的演員 第一個 絕對不是外表 第一個我會在跟他聊天的過程 就是感受他的價值觀 他對於戲劇工作的價值觀 對於表演的價值觀 我必須要找到一個 他對這件事情是真的很熱情 願意投入的 而不是一個在找機會 趁熱度的 這個真的很難耶 我真的碰過太多人 你知道他就是已經沒有靈魂了 他其實在來的時候 你知道他對這件事情沒有熱情 他也不會當成信仰在做 錢賺了 然後看了有沒有機會紅 然後把這個事情當成一個宣傳 就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第二個 當然就是他的外型跟角色 再來就是他的能力 能力放第三的原因是 我自己還算有把握 能夠把演員帶到一個狀態 我教過表演嘛 當過一些戲的戲劇指導 知道怎麼去把一個演員帶出來 所以我大概會用這三個 標準去尋找我要合作的演員 表演如果你看戲劇 你可以用我嗎 那沒辦法 劇場帶個人的感動 我永遠沒有辦法忘記 我在台北尤書大學 第一次我們班的大一的時候 我們做班級的呈現 那時候我是道具組 我是副組長 最後一場演出 我們班同學 擔任演員的同學 在前面謝幕鞠躬 然後我在後面就超感動 我就跟著掉眼淚 其實跟犬犬有點像 然後那一刻我就知道 我這一輩子應該就不會離開劇場了 這個是我永遠沒辦法忘記的 那種感動 做一個演出的感動 那這是什麼感動呢 如果要我詳細講 就是我這一輩子找不到第二件事情 像劇場一樣 我們所有人用盡全身心的力量 不惜吵架 不惜身體的疲倦 就是把全身心貢獻出去 都為了這個戲好 我們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把戲做好 然後在劇場裡面 我們會經歷過很多很辛苦的過程 包括排練啊 包括你們講的背台詞啊 還有包括我們有一些戲 是需要體力的 然後那時候 台灣有個好萊塢 你們不是一直在笑我跳舞嗎 那真的是把我跳死了 所以我們必須一直鍛鍊自己啊 那時候犬犬拍第一部戲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想要讓他拍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走戲劇場路太辛苦了 我怎麼會把小孩子送到這條路上去呢 但是小喬知道我教小孩就是 我不會限制他 我也不會指定他去幹嘛 然後那時候我有幫全年剪一個影片 到時候我把它放連結 放在這邊 大家給點去看一下 他的拍戲過程真的很辛苦 拍戲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輕鬆的 所以呢 如果是因為你是有想要走這一圈的人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是心態最重要 你想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 然後下一題呢 是一個粉絲問我的一個問題 他問我說你要復出了嗎 復出這個詞真的很妙 我覺得我沒有離開過這一圈啊 對 只是可能他沒看到你 他覺得沒有在電視上 電影上面看到的你 或者唱歌 或者戲劇裡面看到我 他就覺得你已經 會贏了 就是那什麼時候復出 成為七朵花那時候的狀態 又唱歌 又主持 又可以 演戲 對 好 先講嘛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準備生小孩嘛 之前 所以為什麼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就是因為我們 當時候小喬說 他想生小孩 那我就勸他說 那你趕快可以在YouTube開個頻道 至少跟你的粉絲 跟關心你的朋友 能夠還有一個互動的機會 而且我一直覺得 我們這事情未來是主流啊 嗯 那所以你們現在才能看到 趙小喬女人說 然後他其實用這樣的方式 跟大家再見面 今天還是要謝謝大家收看 我的趙小喬女人說 真的 然後我 我只能講說呢 對我來說沒有付出這兩個字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這一圈這樣子 沒有 我還是要講的是 小喬他非常想演戲 非常想演戲 就是還是會 會有人找 可能因為時間 因為角色 有很多東西還是沒辦法成型 有點可惜 那這是我第一次呢 做類似這種對談的主題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或者是大家聽完了這一集 有覺得更多的問題想要問 也都很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想提問給董哥也沒有問題 那謝謝劉老師哦 要跟大家講說 你怎麼要當劉老師的事了嗎 哦對 嗯 這個影片播出應該是8月了啦 那我應該就會正式上任 擔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系的系主任 其實很多人邀我教書 我都拒絕了 但這一次會答應 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真的看到台灣有太多年輕人 對於戲劇相關的工作 或所謂新媒體的工作 有興趣但不得其門而入 那我又有很多想法 然後加上我現在年紀也到了 有一些可以直接結合的資源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幫助年輕人的機會 所以我考慮了非常久之後 就同意擔任 主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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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只希望至少在我 可以協助的範圍之下 對戲劇有興趣的年輕人 我能盡一分自己的力量 幫助他們吧 找走一些冤枉路 所以大概就是我 會接著工作很重要的原因 戲主任 戲主任加油 戲主任 會會會 一定會加油的 今天也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了唷 掰掰